鳳梨遇上茶 這款調酒愛呆玩 鳳梨跟茶葉 都是深具台灣味的食材 一起加在調酒裡 爆發出的滋味 就是愛呆玩啊 會用到鐵觀音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鐵觀音比較少見 就是做調酒的方式 那因為鐵觀音 因為鐵觀音本身是屬於 重罰銷跟重坦培的茶葉 它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但是相對的就是 它的味道也會比較特殊 主要基酒是龍舌蘭 超鮮技的利口酒 新鮮的檸檬汁 自製鐵觀音茶糖漿 鳳梨汁 然後再加上新鮮的鳳梨 用手搖攪拌器把鳳梨打碎 加冰塊進去Shake 放上鳳梨乾 撒芝麻粉裝飾就完成囉 在剛入口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會先看到的 會先喝到的就是上面這一層泡沫 那泡沫的話 本身就會把鐵觀音跟鳳梨 還有我們裡面的雞酒味道混在一起 中間的時候就會是雞酒的味道 然後最後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鐵觀音的那個茶味 然後再加上新鮮的旅酒 放下新鮮的旅酒 好,再加上新鮮的旅酒 所以我會先喝一杯 那一杯 這杯是風格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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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